没了 你忍着点 人家在晚上还有呢 大哥 我来吧 他好像一个联系剧在洗碗 他真的干了不少活 许光汉爱工作 爱劳动 一直在干活 喜欢 喜欢干活 何老师要帮忙吗 好 你帮我磨好不好 好 何老师我来吧 光汉来洗好 对 猪活先交给我干 你是参与了全过程 是不是要再批点柴 可以 可以 黄老师要帮你摘花瓣吗 对对对 谢谢你 光汉你真好 何老师要帮忙吗 你帮我把它洗了好不好 没有问题 交给我吧 那这个要把把它剥下来是吧 对好弄吗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草是叔叔会吃的草 是紫花木区 好可爱 因为这可以喂鸡和鸭 多吃一点 长胖胖 平安健康 要帮忙吗 没事估计里面有点草 那有一些空气啊 对啊 光汉你非常能干啊 我原来还在 恭喜你 恭喜你 你回来吧 我把我的个词儿了 黄老师你看这汉堡吧 光汉真的是很可爱呀 非常能干呀 光汉你是在台北哪个学校学表演的 我本来不是读表演的 不是哦 对我本来读商的 但是后来慢慢转 哦 我原来还在北大 我还在这招过课呢 哇 有一个叫赖亚颜的 赖亚颜 赖亚颜 还有宝怡曾宝怡 都上过我那个班 哇 那个班其实也算是 蛮有名的 他最开始的时候 第一届就是我去办的 哦真的假的 对对对 没想到黄老师是创始者 哈哈哈 对上师级 然后坐在这里炸花生吧 哈哈哈 坐在这生火呢 我有需要帮忙吗 你帮我把它洗了好不好 没有问题 哇 小欧 光汉有人说你长得跟柴犬像吗 柴犬吗 嗯 有吗 哎 怎么这样你看他这样 他眼睛亮亮圆圆的 然后笑起来那个嘴巴 真的说起来真是有点像 是不是 哈哈哈 你比伯哥要像 黄伯像柴犬吗 黄伯 那你觉得他像什么呢 他车到后来也挺香的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许光汉添饭了啊 光汉你你饭量可以 我觉得 非常好 你很能吃 哦 哦 啊 好好吃啊 这个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真的很好吃 哎 那汤也好 哎光汉是吃的真好 平平起身 慢慢来 哎 哈哈哈 你不撑吗 我呀 他好能吃啊 我的天哪 饭两轮汤三轮 光汉你也很能吃 哎这豆好吃吗 你们喝尝尝 哎呀真的是 好奇怪的味儿 哎 哎 但你还行 吃吃的味儿还可以 尝一下 你真好苦啊 琼琼表情 真的吗 有那么苦吗 嗯 不苦啊 其实还可以 没有想象的那么苦嘛 嗯 嗯 哎挺好吃的 哎 可老师 你要一把吃就还行 不能只吃一个豆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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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太苦了 弄大 那个琼琼 我绝对不骗你 你把他一口咽到嘴里去 你试试 你听我的 你听我的 我绝对不骗你 真的真的 哎一口咽你 哎你要不好吃我就跟你讲 我把你吐出来吃了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样 你肯定不好意思说不好吃 你肯定不好意思说不好吃 对 发脾气啊 看真的比一说好吃 有一说一 我肚子都大了 我肯定喜欢的 我也是 太好吃 是可以啊 来哥们 真的 有年头没见到 是啊 都挺好的啊 子达你不在学校当老师 他就再也没见过你 你这是自己 你自己往刀尖引 这可不能怪正尖 我跟你讲 妹妹我们三个人啊 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认识的 大学是就 94年 我在研究生 我先认识高好松 然后小松就把他们俩 以找我的名义 就带到了电影学院 那时候特别帅 超帅 我们那时候啊 头全这么长 老正更长了 都到这了 我们俩是 我们这团队里边 颜值担当 颜值担当 小松是才华担当 我 狼哥是勇气担当 狼哥会照顾人 暖男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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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时也是一个组合 在电视学院也是横扫 那必须必啊 哈哈哈 点燃了一下 哈哈哈 我的宿舍是21216 好 一到 一到下了课以后 这几个就来 你看我排练的名义 然后就混到我们宿舍去了 哪个人都拿着集他呀 我那把红绅都集他 还自己都没带 我又有一把 红棉 红棉 对 一把红棉集他 这几个也好 手指头才秃噜了 冲着各种使劲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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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俱乐 还有一个二楼小房子 俱乐部是吧 对对对 翻窗 晚上 后半夜 哈哈哈 翻去你打鼓 翻去你打 对 光看你们现在怎么 快 你们现在怎么 怎么结交这个异性 啊不是就怎么结识一心的朋友 哈哈哈 哈哈哈 手机 两带 我们那会翻墙爬窗户 哈哈哈 哈哈哈 找个乐器啊 直接冲着唱 怎么会迷上 关键那时候 姑娘们也跟着一起爬窗户 这也太害了 姑娘们那时候真敢 其实比咱们 别往下聊了 这是咱们聊了 光看的事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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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姥姥 咱姥姥一脸鬼碎 说别聊她 聊也不能播 播了媳妇也不能看 哈哈哈 你把狼哥都聊虚了 没事 不会给你播的 你放心吧 保证不给你播 我我怕过吗 哎 哎 磊子 我怕过吗 怕过 哈哈哈 你什么时候没怕过 不是怕过 正在怕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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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年 这细节我就 害怕了 我就见着你怕了 哈哈哈 你俩特逗哎 俩跟我说 哥们回去了 我说你妈去 我儿子转学 我媳妇早上给我发 好几十条微信 好几十条 五十五十九秒一条 我的面低了 哈哈哈 我说那怎么着 我得回去呀 我说那你还回不来呢 我回去就是为了回来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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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一走了 礼拜三又回来了 我说怎么样 都搞定了 哈哈哈 哈哈哈 狼啊 狼 哎 哎 对 对 可老我们那时候啊 你想我才二十四五岁 嗯 我开始以为他们几个人是因为喜欢我啊 特别喜欢我的话剧 你太自信了 你太自信了 是 哈哈哈 我记得每天还那完了十点多十一点了 高小松开车 我们就前几个号码 然后就卡开了干加烤 有个新疆车 然后就在那就弄弄个炒烤肉 然后腰子 对 然后 我就在那学会了唯一的一句新疆话 皮酒迪斯嘎 哈哈哈 对 就是再来两瓶啤酒 对对对 啤酒来两瓶 啤酒违鱼 违鱼 违鱼 我们每天就坐在那里边晚上 昏暗的灯光有着吃羊肉 羊腰子 吃 吃然后就 朋友 啤酒迪斯嘎 跟人说 别的也不会说 那小伙子不是热情 啤酒迪斯嘎 说饿了就去那 要不不饿就去黄亭子 黄亭子那时候还挺高级的 弄什么薯条 对 弄个什么炸 那个爆米花 我们几个 那时候就高小松最有钱 高小松一般抢钱 把那钱先付了 想想那时候挺美好的 真挺美好的 挺美好的 嗯 黄书哥是 黄书哥 黄书哥是 黄书哥 人生如梦 黄书哥 行 你能想到灯我们都长大了 然后我们也再回忆一下 你看我大学的时候 人生如梦